翁立寅議員表示 泰馬里要發展 市地就要重化 二十多年來 泰馬里金針路自北里橋之間的土地 一直無法進行市地重化 嚴重影響泰馬里的發展 他質詢建設處泰馬里市地重化的騎乘 為什麼這個通盤檢討都沒辦法來進行 就像我們這次的第三次通盤檢討來說 這個在管政府就進行差不多六七年了 我們這次通盤檢討的岸 泰馬里多一家月 就大概是百幾個岸 百幾個岸 而且在剛才翁立寅議員在說的市地中的苦言 要排除一些合法房屋 還有一些原住民保留地 這些都要排除 所以我們是足筆去清採以後 才跟地震處去學商 以後辦理市地重化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過程 剛剛跟地震處協調的會議 工作會議也開了好幾十次 另外在這個也正如翁立也剛剛講 第二次通盤檢討跟第三次通盤檢討 相關機關團體民眾的意見也很多 所以我剛才講的 整個檢討的案就一百多個 這個案子也經過我們先政府 在從去年開到今年初 才整個泰瑪里 一個月開一次也開了 都市計畫委員會就開了將近十次 才整個泰瑪里的都市計畫都檢討完畢 所以我們現在也送到內政部都委會去審議 剛好昨天跟今天 內政部都委會的專案小組 昨天在經濟處開那個檢討會議 今天在看現場 我們希望說整個都市計畫的案子 能夠在年底前 內政部能夠發布實施 後續再拜託地震處 來辦理四地重案的工作 泰瑪里海邊曙光園區 只有一個平台和涼亭 園區的土地屬於林務局 翁立寅議員質詢縣長 可不可以把土地撥用給泰瑪里鄉公所 進行整體的規劃 其實當初都化成保安林地 所以保安林地它的使用有限制 所以現在是請鄉公所在解編中 解編後申請撥用 就希望能夠交給鄉公所來使用管理 這個過程會有一點長 泰瑪里的咖啡產業逐漸成型 翁立寅議員見請縣府 協助農民打響產業的名氣 提供災損補助 檢選咖啡豆 機械補助等 然後縣長表示 可走精品咖啡的路線 翁立寅直詢南迴之星 硬體建設的進度 小農貴位等相關的問題 建設處表示 已經兩度招標 沒有廠商來標 8月份將會第三次發包 都留標喔 對沒有 不是留標沒有人來標 沒有人來標喔 是是 是 是怎麼賺錢 對 主要是這幾年台灣的營建物價都提高 好 這樣子 好啦 那 拜託這個處長 趕快促成 不然我們的1.8億的錢都已經到了 對 我們也持續在邀標 就是廠商 如果工廠都沒有在進行 一直拖 本來是說要配合這個 台塞工程道路柱 這樣可以連接 對 那關於在地的小農 部落 以及我們四鄉鎮的農特產品 工藝品 要怎麼進入到我們這個 南迴之星這個休憩期 來展售行銷 還是社會 讓在地的人 有錢可以賺 這個小農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由 南人虎集團得標 所以說 我們要是和什麼人來簽名 這樣才有辦法 跟議員報告 當初我們在招商的時候 有設定 就是一樓的部分 最起碼要有20%的面積 來做在地農特產的一個貴位 那上次議員有提到 就是說 聽說的已經要進駐了 有一些都還不知道 那到底有什麼機會 那我知道議員會關心這個問題 我在開會前 還跟南人虎的窗口聯繫過 那目前除了他們之前已經設定的連鎖 或他們自己本身的攤位以外 對於在地的部分 他們會在前半年才會開始辦理招商 在完工 在完工 在會交付錢的前半年才會辦理招商 那在辦理招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公告 讓我們在地的 尤其是南回縣 還有我們台中縣其他的 包含我們在地物產 包含手工藝品的部分 會讓他們知道這樣的訊息 然後會來參加這樣的一個媒介 或這樣一個挑選的一個會議 大五漁港蘇峻工程 一千六百萬已經發包 先議員翁立寅質詢 淤沙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他建議多元化使用大五漁港 三豬窟休閒農業區設備老舊 議員翁立寅希望農業處能加以活化 翁議員建議連結金輪溫泉與多梁火車站 成為一個帶狀的旅遊行程 翁議員建議太馬里華原分校的土地 能夠再利用教育處達詢 現階段規劃為天文園區 以上是第十九屆先議會 先議員翁立寅於5月24號 憲政總質詢當中 問政內容的摘要報導 由徐靖坤整理